重點回到我們上個禮拜第13加1 14次我們用IE物件下載氣溫 除了下載氣溫之外還有下載降雨量 降雨量部分的話比較麻煩是說 它必須要切換清單 這個清單部分如果你要切換的話 我上面有加五行程式 其實你可以拿五行程式來run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把全部的好像25個 側站上面的資料全部把它下載下來 全部下載 不過全部下載的話相對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這部分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相關的我們的程式在雲端白板的第幾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這個地方 奇交所這邊 底下的話我是插出去就講那個製作圖表的部分 剛剛講到的有些東西在這上面也有 像製作 直條圖 圓形圖 圓形圖 跟那個 組合圖 OK 另外的話呢就是利用IE去下載那個像 這個中央氣象區的相關的資料 裡面的話當然我講過啦 因為它的index 有沒有 這個索引啊 這個叫做 slate的index 就是它的位置剛好是123456 這個在第六 有沒有 從1到 可是它index是從0開始 所以這邊就變5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切到這一個的話 那你就給它index等於5 那如果是切到降雨量的話 因為我們要切到降雨量的話 那你就數一下 應該這邊到10吧 OK 6 7 8 9 那這邊index就等於9 那就分別 再來的話呢 就 看一下怎麼去抓 所以第一個啦 如果你要變成降雨量的話 第一個喔 把 下載氣溫的程式 如何切換 所以會多5行程式 那第二個的話當然呢 裡面一樣要抓什麼 抓這個table 這邊的table 按右鍵檢查啦 檢查 檢查裡面的話呢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div 裡面的結構你可以再展開來 那其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了解這個啦 就是小於後面的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就叫tag 中文名稱叫標籤 也就是說你要抓的標籤名稱 是什麼 然後裡面的結構是什麼 你就可以把資料分別抓出來 所以啊其實 你可以看說老師為什麼你的程式是這樣子什麼 THTD啊 還有TR 其實主要是你可以把這個展開來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裡面都是TR有沒有 TR的話是table row 指的是 這個表格的列 那裡面你看一下 這個裡面的結構喔 它其實還蠻麻煩的 就是呢 它裡面喔 這個是淡水 淡水是第2列的地方 那第1列的結構我們看一下 第1列 第1列在哪裡 第1列在這裡 第1列的table row在這裡 它裡面全部都TH 全部都TH開頭喔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table 所有的TR 所有TR指的是所有列都抓出來的話 所以我第1步的話 就是需要把它所有列都抓回來 那第2的話呢 再把它的TR裡面的所有TH 不過特別注意喔 第1列是全部都TH 那第2列以後的話呢 都是什麼 第1個TH 那底下的都是TD 那底下看一下 安部的話 第1個都TH 底下都TD 所以喔 我們可以知道規則了 那知道規則之後的話呢 怎麼樣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其實特別注意 難度就難在這裡 那你想說我怎麼寫的 其實我就是把這個規則 變成對應的程式 怎麼寫喔 特別注意喔 其實將來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如果你懂得範本 看得懂 程式如何修改 你就可以把同樣的網頁的東西把它抓下來 OK 像 我在別的地方上課也有上到這 同學就馬上說老師怎麼變化 就變不出來我就變給他看 所以我就舉了另外一個網站 他去抓抓不下來我就變 所以待會也會舉另外的網頁 真的可以如法炮製喔 所以喔 你只要知道 我到底在做什麼 照著先把規則找到 然後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OK 所以第一步我分析TABLE 裡面很多TR 把TR裡面的TH跟TD都抓下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程式怎麼寫的 其實就在這裡 下載 這個 氣溫的IE物件這裡 所以剛剛的邏輯在這裡 第13頁 對喔 那我們就給他網頁 這個網址應該沒問題 剛剛這個網址 然後等一下 因為把讓他網頁抓下來 不過我建議 等個5秒鐘比較保險 因為等3秒 讓他不見得可以全部下 然後呢 我就第一個 先抓TABLE 第0個指的是第一個TABLE 意思說這個網頁裡面 其實只會有一個 這個名稱 所以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Ctrl F Ctrl F就尋找 尋找TABLE 然後前面加一個小餘 那你會發現這個網頁裡面 只有一個TABLE 所以我就抓一個TABLE 那他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先抓 把 這一行的敘述是說 我把 這一個TABLE 這個裡面的這個範圍 成原始碼 抓下來就好了 其他不要 放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把它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這個物件裡面放什麼 就是放那一堆的程式 就幫我放進來了 OK 所以要特別注意 利用的語法就是什麼 這個IE物件裡面的文件 裡面的用這個方法 GET ELEMENTS ELEMENTS ELEMENTS就是裡面的 所有的那些標籤 那叫ELEMENTS BYTEG BYTEG TEG就標籤名稱 BYTEG NAND 所以 其實這個其實蠻白話的 只是說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BYTEG NAND OK 那TAG NAND叫什麼 就這個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然後就把那些的TABLE的資料 存在這裡 好 所以意思說 只有把 這個TABLE裡面的所有東西 抓下來 就是這個 這個還沒遮開 就是這裡面的所有東西 幫我把它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再到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 去找裡面的所有 TR 意思說 這個裡面不是有很多的TR 你幫我一個一個 幫我把它一個一個 抓出來 分開來 先抓這個 再抓這個 淡水的 再抓鞍部的 沒有 所以裡面的話 一堆TR 對不對 那你就幫我把這些所有的TR 通通幫我抓出來 放在這個 TRS的 變數裡面 OK 所以TRS裡面放什麼 就是所有的 每一個 所以基本上TRS 它一定不是單一個 它是很多列 OK可能應該是25個 再加標題 26個好了 OK 所以TRS裡面就是一個 一個正列 裡面的話 會有 25 加1 的資料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把這個TRS裡面的每一個的話 有沒有 那我就從0開始 因為它編害從0開始 TRS裡面的長 總共幾個 OK 比如說 假設26個 那我就是 26個 總共就會0到26 那為什麼要減1呢 因為後來發現好像它最後有多餘的一個 好像多餘的一個空白列吧 還是什麼 這可能要再看一下 我好像多減1 有減1的那個 這個這個用意 這 我有點 不太切為什麼要減1 這等一下再查一下好了 OK 另外的話 底下 為什麼你想說 會有邏輯判斷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地方 TR裡面如果它規則都一樣 都長什麼 開頭是TH 底下是TD的話 或者乾脆裡面全部都是TD 就比較簡單 那好解決 我每個都 同樣的邏輯 可是問題 它是分兩種 一個是 有TH的 有沒有 一種 一種是TH 然後加 底下都TD 所以我就分別 把它做處理 所以這邊有個邏輯判斷 第一步的話呢 我就先找 這裡面的TH 的數量 不是 把所有TH都抓出來 如果說大於0的話 表示說它超過一個以上 超過一個的話實際上就指 這個 這個欄位 有沒有 1月到12月 的這些 它不只一個TH 它很多個TH 那底下的話 只有一個TH 所以 這個邏輯判斷是說 如果它 假如說 大於1的話 表示說它是欄位名稱 就是1月到12月 那個欄名 OK 那我就用這個方式去抓 什麼抓呢 就是分別把它裡面的東西 一抓出來之後 一個一個把裡面的資料 抓到哪裡呢 抓到Excel裡面 那前面的話 你會發現Excel就是Sales 儲存格嘛 第幾列 因為從0開始 所以你不能從第0列開始吧 OK 一定要加1 第1列 然後第幾欄 就分別把欄 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那底下L是指的是 如果它TH不只一個 OK 那就是 先抓TH 再抓TD 然後把它一個一個資料 抓出來 分別放進去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應該還有印象吧 其實 如果你甚至 上禮拜的東西 甚至 都沒有 把它存檔也沒關係啦 甚至可以把它 把我這個程式 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然後你甚至可以把 這些程式碼 OK 然後把它 複製起來 貼到這邊 貼上 有沒有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續航F8慢慢跑 這個 有沒有 開 然後開 在背後開嘛 然後等個5秒鐘 然後再去抓Table 再去抓TR 然後分別把它一個一個抓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這個有沒有大於 1啊 右 就是 抓那個 第一列的地方 然後把資料抓過來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就會 幫我把 第一個應該是空的 所以這裡面是空的 然後再下一個 1月就出來了 有沒有2月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一個一個 慢慢去執行 慢慢去聊 按F8 租航 租航去跑 那你一個一個就抓下來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抓什麼 抓那個 第1列的地方 OK 那就一個一個 幫我把資料全部都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換第2列 第2列就跳過 因為再來就淡水了 淡水的話呢 那它TH就沒有 大於1 因為它剛好一個 所以等於1嘛 所以跳這邊 然後再抓淡水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是抓淡水 的那兩個字 那這個的話 是抓裡面的數據 那分別在 先把淡水的資料 第0格嘛 先抓過來 所以淡水過來 然後再把後面的東西一個一個數據 抓抓抓抓抓過來 OK 然後分別放 底下都一樣 所以讓它全部執行 然後就 全部OK了 然後把不要的藍刪掉 自動調的藍寬 就大功告成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這程式怎麼寫出來 就是按照我剛剛講的邏輯 那我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OK 那另外的話 降雨量的話 就多一個啦 降雨量的部分 就是多一個 其實程式都一樣 差別只有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點一下 降雨量 這個動作 還記得吧 OK 所以這個地方 怎麼點一下 它能夠work 其實就增加 五行程式 放在 對的地方就好 所以喔 你們可以複習一下 如何把那個 下載那個 氣溫 改成什麼 就是叫下載 這個叫降雨量 OK你就把這個 下載氣溫的程式 改成下載降雨量 那你只需要增加 五行程式 那五行程式 放在哪裡呢 基本上應該是放在 這個讓它等待後面這裡 就是做那五行程式 做什麼呢 就是要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要能夠點擊這邊 讓它的清單改成 這個編號9 index 9 然後讓它可以run一下 那五行程式 應該上禮拜有講 OK 所以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這個都OK的話 那基本上 那以後你要抓 這邊所有的資料就沒問題 這個是0 這是1 OK 那就可以馬上 把這個上面的 整個清單的資料 全部抓下來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你要如果要做大數據分析的話 有沒有 那當然大數據前提就要大嘛 大裡面要資料是正確的 OK 那如果你都要 圖法鏈剛來做 你怎麼大得起來 最好是你這邊都全部抓下來之後 全部都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你要做報表 做圖表 就可以自動全部完成 那你需要什麼就下個條件 甚至資料就帶出來了 OK 甚至不用啦 你就把那個演算法算好 直接告訴你結果是什麼就好了 OK 那就可以馬上有個資料了 那請各位 先複習一下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特別注意 我是放在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第13頁 所以以後 這一段程式 是還蠻 蠻值得 參考的一個範本 因為 這個部分 可以拿它來改很多東西 所以 待會也許我們來用在別的地方上面吧 同樣的方法 比如說像什麼那個 Google Google Yahoo股市 它又改版了 不過沒關係 其實套用一下 只要你會用標籤 你就可以 把Yahoo股市馬上抓下來 因為Yahoo股市可能 被抓反了 所以它一定要 防止別人抓 因為很多人都會用 用 Essale來抓 它現在Essale一定抓不下來了 保證抓不下來 因為它裡面沒有table 它就故意的啦 OK 但是沒關係 抓不下來 用之前的方法不能 那沒關係我們用這個方法 絕對可以 怎麼做 很簡單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只要看得懂標籤 你就可以 一個一個的對應關係 就可以把資料全部抓 絕對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懂了這個方法的話 大概 大概99% 我覺得的相關的網頁的資料 應該都可以被抓下來 只要你的資料是放在網頁上的 應該被抓下來 絕對都不是問題 OK 所以以前可能要花錢買的那些資料 如果你會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不用花錢買的 那這個價值就還滿大的 OK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甚至有些資料它不一定要賣 它就放在那邊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整理整理 甚至你可以拿它來賣錢 所以這是可以開闢一個裁員的 甚至你如果要做很多的統計分析 這個背後我覺得有點像是 就是你學會什麼 挖金礦的方法 只要那邊有礦 你就把它挖一挖 你甚至可以拿它來賣錢 甚至還可以教人家 怎麼去做後續的東西 衍生性其實還滿大的 所以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我剛剛講的部分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 再把它做個變化 OK 試試看 後面 好